变种病毒威力惊人攻陷十一国并且持续突变当中 加拿大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中共总领事被曝以龙虾施压 迈阿密大厦倒塌拜登火速批示 表彰对抗中共暴政美国议员力推为苹果日报员工 颁国会金奖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最早在印度发现的新冠Delta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日前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最主要的流行病株 传播速度快有强 如今Delta病毒进一步突变的Delta Plus病毒更是在十一国限中 全球至少有200例 但目前还不清楚其对疫苗效力会产生何种影响 综合CNN CNBC报道 受新冠变种病毒的影响 全球疫苗接种率前三名的以色列本周疫情开始回升 6月21日的新增确诊人数超过100人 是今年5月以来最高 其中有70%的人是感染Delta变种病毒 此后确诊人数持续上升 24日已经上升到单日219人新确诊 以色列卫生官员表示 近日感染Delta变种病毒的病患暴增 有40%到50%的确诊病例是已经有打过疫苗的人 所幸这些打过疫苗者的症状都比较轻微 以色列卫生部25日宣布将重新实施 在室内场所强制戴口罩的防疫措施 而这项规定刚在10天前取消 此外 英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均纷纷遭到Delta变种病毒攻陷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原定于6月21日的全国解封日顺延四周 澳大利亚25日宣布悉尼市中心 东部郊区以及邦迪海滩等区域实施封锁一周 俄罗斯25日通报 过去24小时全额新增2393起确诊病例 是今年1月24日以来的单日最多确诊病例 当局将此归因于Delta变种病毒的入侵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本周表示 全美境内感染Delta病毒的患者占10%高于上周 主任瓦伦斯基预测 Delta病毒未来将成为美国主要流行病毒株 另一方面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则认为 到8月下旬Delta病毒可能占全欧盟9成的病例 据CNN报道 Delta变种病毒现已扩散至全世界至少85个国家 传染力比最早在英国发现的Alpha变种病毒高出60% 且持续突变中 印度今年4月首度发现Delta病毒进一步突变的Delta Plus病毒 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如今Delta Plus已在11国县宗 全球累积至少200例 除了印度有40例之外 美国截止6月16日累计83例占最多 英国发现41例 而尼泊尔 日本 葡萄牙 波兰 中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土耳其 也发现相关个案 Delta Plus病毒基本上属于Delta病毒的变异 印度官方机构称 该变异毒株已出现部分令人担忧的特征 包括传染力更强等 专家现在正在针对Delta Plus变异毒株进行调查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对疫苗效力产生影响 专家认为 现阶段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出判断依然太早 但依然有必要保持密切关注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前年宣布要关闭该省的孔子学院 该省教育厅长卡迪日前在加拿大国会 家中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 当初决定解散孔子学院时 一度遭到中共总领事上门施压 并曾以加拿大龙虾外销中国作为要挟 事宜要进行经济报复 据报道 新布伦瑞克省将在2022年合同期满后终止 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该省教育厅长卡迪在21日的听证会上表示 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 自孔子学院在2000年代后期站稳脚跟后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孔子学院就扩展到新布伦瑞克省的 数以千计的中小学学生中 而孔子学院却以文化和语言的形式 公开地进行政治宣传 包括让小学生绘制中国地图 以消除大陆与台湾的边界 否认天安门广场的事实 对质疑中共恶劣人权纪律的学生 进行纪律处奔等 卡迪表示 这些都是在加拿大学校发生的事情 因此2018年底他成为厅长后 决定解决孔子学院的问题 结果却引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游说 卡迪透露 当时第一个前来游说的是 前新布伦瑞克省省长格莱汉姆 他希望卡迪与中国人 中国学校和孔子学院维持关系 接着中共住家总领事也到他的办公室 这名总领事明确表示 任何情况下 新布伦瑞克省政府与中国的关系 都会受到轻视 也威胁到加拿大龙虾在中国的销售 卡迪说 这名总领事力邀他访问中国 并称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要他消除心中的疑虑 也表示 终止孔子学院是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民族自觉和国家自治权 卡迪很清楚对方在施压 以经济报复为威胁 此事件已演变成两国问题 他向对方回忆 这些指责并不适用 这是学校的事物 而你在谈论龙虾 卡迪认为 从世界各地的报告 人们越来越清楚 这是中共模式的一部分 利用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后 中共将进入暗中威胁的下一阶段 若坚持终止孔子学院 龙虾将会成为省内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中共也可能根据新布伦瑞克省发生的事 做出与加拿大经济关系的决定 因此他提醒家中委员会 必须了解中共的威胁 与其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打交道时保持距离 美国佛罗里达州 麦阿密北部一座12层的住宅楼 6月24日倒塌 官方25日确认 致4人丧生 159人失联 博州州长德桑提斯 24日晚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拜登总统25日已经批准 拜登指示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 FEMA协助佛州救灾 现场搜救工作25日早晨持续进行中 消防队员与都会救难小组 以声纳探测仪器 寻找生还者的迹象 搜救权也加入了抢救行动 麦阿密戴德县县长丹尼尔 在25日早上的记者会上证实 24日晚间有三具尸体被寻获 加上事发第一时间有1人死亡 死亡人数如今已累积有4人 他表示原本失踪人数为99人 但经过确认之后 现在也增加为159人 卡瓦表示相关统计随时依然可能有变动 他表示仍有希望找到幸存者 麦阿密戴德郡消防局副局长贾德拉说 搜救行动进展缓慢 必须有条不紊的进行 贾德拉说救难人员24日深夜听到瓦利里传来声响与敲击 但没有人声 据VBC报道 目前已经查明与大楼相关至少102人的下落 但事故发生时大楼里有多少人依然不清楚 这座位于麦阿密北部 瑟夫塞德的大楼建于1980年 其中一侧24日凌晨1时30分左右塌陷 楼中130个单元约一半遭到摧毁 只剩下高达约两层楼的瓦力堆 露出残破的冷气机与家具 事故的原因至今未明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环境研究所教授 西蒙·沃德·蒙斯基告诉CNN 他在去年的一项研究中确定 Champlain Tower South公寓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下沉的迹象 根据他的研究 从1993年到1999年 该公寓的下沉速度约为每年2毫米 不过沃多·温斯基说 这种下沉本身不太可能导致公寓的倒塌 但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促进因素 中共100年党庆之前 香港局势急速恶化 苹果日报遭港府切断金流 被迫停摊 事件引发了美国高度关切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法案 要颁发国会精致奖章 给苹果日报全体员工 作为对抗中共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回应 来自内部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萨斯6月24日发表声明 指苹果日报的编采人员 捍卫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 以勇气对抗不公正的法庭 并告诉大家真相 萨斯还指 苹果日报揭露了习主席 是害怕那些被他仕途压制的人 萨斯议员说 自由世界要向苹果日报员工至上感谢 至少我们能做的是颁发国会金奖给他们 美国国会的国会金奖本来只授于美国军事领袖 现在已成为外国领袖 从美国国会获得的最高荣誉 与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并列 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 本月17日 香港警方国安处以违反港版国家安全法为由 逮捕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建宏 营运总裁周达全 以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副社长陈佩敏 前苹果 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等5人 这是香港警方在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 一年之内两度大规模的搜查该报社 紧接着在同一天 香港政府进一步冻结苹果日报等三家关系企业 共1800万港币的资产 同时下令各银行冻结与这三家企业的所有资金往来 等同于彻底斩断苹果日报的资金来源 迫使苹果日报停止运作 港府的行动并未停止 苹果日报原定6月26日初刊最后一期 不过警方23日再次以涉嫌触犯国安法 拘捕笔名 笔评的苹果日报主笔 资金被冻结 高管被拘捕 苹果日报管理层因此决定提早两日告别 也就是在6月24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 24日的苹果日报停刊号发行量创下历史记录 100万份的痛别报纸 比平日印刷量多出了约80万份 但依然在数小时内受寻 香港苹果日报同时成为国安法下 首家受押关闭的媒体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